我们在这个罪的影响之下 我们的心出现问题 所以我对这个家庭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 有三种人的属灵问题 带来我们对家人有三种的心 有三种的心 是你绝对要谨慎 这是罪所带来的 第一无心 各位你对家人 各位这里明白吗 你们对家人最大的伤害是无心 我不管它 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就算你的家是天天吵架也是好 父母亲唠叨也好过无心 你们听得懂吗 如果当你 我不要管它 各位其实家庭是自动的 这个亲情是分不开的 这孩子有问题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是看着父母 对不对 妻子就是受屈的时候 他的眼睛是他的丈夫 丈夫要理解我 要站在我这边 对不对 丈夫也这样看妻子的 对不对 你要支持我 但是无心 但是无心 当你无心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认识他的心 你不会去想他的心里面的结 那个难处 挣扎 甚至有时候他受控告 然后他跟你讲的很多的话 甚至他隐瞒 他隐瞒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不想 他的丑陋的一面让你看到 但是你没有去想 因为无心 对了解吗 所以无心 所以孩子长大的时候 给孩子很多的无心的伤害是 夫妻之间冷战 你们知道吗 冷战 所以呢 孩子呢 回到家的时候呢 他宁愿吵架 宁愿家里 哇吵架他开心 他是冷战 没有人讲话 也没有人管我 我就自己活 我吃了什么死掉 也是没有人管 这种意念 就是在一个孩子的心里面 你们了解吗 其实这个是最大的伤害 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有时候呢 是冷战 有时候父母亲是 因为不懂怎么管 逃避 无心 对 我不是 哎呀 我做工更好 我做工有效力 我管这个孩子管不了 所以就做工 对不对 所以无心 各位绝对记得 绝对记得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 这么忙 然后好像人的心这么复杂 然后人好像不要碰彼此深处的东西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对你的家人 当你无心思想 为他祷告 判断他 自动的 你越来越不认识他 自动的 这是新的奥秘来到 第二 不是我很有心 但是你揪心 揪心的不得了 然后担心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 我们父母亲 比较管孩子的 都是一个揪心 担心里面 然后在这个地方里面 很挣扎 有时候呢 我们配偶也好 儿女也好 我们为什么跟他之间 好像没有开心 只有担心 只有这个 以前孩子小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孩子小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你把他伸出来 你最多晚上没有的睡觉 要照顾他 他一岁两岁 七岁八岁 你跟他讲什么 问他什么 他就单纯的跟你讲 单纯的跟你讲 所以他一跟你讲了 你很放心了 对不对 你完全没有担心了 是这样 在学校老师骂你 这样 你就放心了 但是到有一天 他开始讲骗话了 可能十岁 没有啦 有些更早 七岁八岁 其实已经会讲 有一天 他什么都不想跟你讲 他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跟你讲 然后你就担心了 你就看到底他怎样 你就看他的表情 看他的举动 他跟朋友 哪一种朋友在一起 然后问他什么 没有啦 去哪里 不要管啦 然后你的揪心就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OK 有一天受不了了 然后慢慢就说 我就看 我就以一些事物来看他就好了 读书读得好 学校不要闹事 不要做犯法的事 几样东西你不要做就行了 我们就看孩子就定出 好像是用这个KPI 还是什么来 好像就是这样看他 只要你不搞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OK 但是忽然间 如果忽然间 他的学业一落千丈 忽然间有一些事情 在他身上发生 他做出你没有想象的东西的时候 哇 你吓了一跳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们养孩子的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还是你真的太幸福了 没有想过 或者你的还没有到 你的孩子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忽然间 所以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可以告诉各位 家庭里面 当我们一担心一个人 然后我们过度的一直观察他 什么 看什么 要要研究他 其实那个时候 你更不认识他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更不认识他 那时候呢 你会看错东西 你会overreact 你会overspeak over讲 这个很多很多 你会自己的猜疑 因为你的担心里面 有很多恶者的暗示 很多恶者的暗示 所以呢 揪心 圣经说 圣经说 你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 偏地有行要吞吃 然后之前说什么 你们要把你们的挂虑 卸给主 因为主顾念你们 你们知道吗 我们人里面的那种 揪心啊 担心 很多时候呢 我们判断的不准确 有时你判断你的配偶 你多想 多想 他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多想 你误解他 很多时候 这就是你的揪心所带来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 死心 不要管 他要这样 各位你可以死心吗 你对你的家人 没有办法死心 其实你越死心 你越痛苦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管你的家人 做了什么伤害你 你绝对记得 你要回复的约瑟的祷告 约瑟的祷告 我去年跟各位读过约瑟的故事 对不对 约瑟 你们有看 约瑟是上帝啊 上帝是这样安排 约瑟的兄弟啊 是极其的可恶 怎么把自己的兄弟 就是卖掉 对不对 但是这个兄弟们 他们的心 怎么回转 他们的心回转 但是透过谁 当然他们回转 是上帝的工作 对不对 但是透过约瑟的怜悯 约瑟的怜悯 其实我今天是没有时间 我本来想跟各位读 在约瑟的故事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人的故事 你们要读的 就是犹大的故事 我们主耶稣基督 是借着犹大支派来的 对不对 犹大的故事 犹大呢 他 就是兄弟们把约瑟 丢在井里面的 犹大 是犹大提议 把他卖给埃及人 对不对 犹大提议 但是你看 整个 整个创世纪的故事 这个犹大 他怎么懊悔 对不对 他怎么懊悔 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很多 他遇到的事 遇到自己的 自己媳妇 那个他妈的事情 然后很多羞愧的事情 在他身上 就是出现 很多的苦难 然后最后 最后他去见 法老王的时候 法老王说 见约瑟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不知道 约瑟 对不对 约瑟说 你还有一个兄弟 把他带来 犹大 很痛苦 对不对 犹大 说我的爸爸 只有这个孩子 以前有两个最爱的 一个已经没有了 他不能失去 这个 对不对 所以 后来 约瑟要把他的弟弟 留下的时候 他就求情 那犹大求情的故事 你们自己去看 他的心 回转 回转 所以我在 《创世纪》里面 我看到的最 除了约瑟 他饶恕兄弟们的心 我是看到 一个家人 他无论怎样 不可爱 软弱 叫你担心 他回转过来的 那个故事 那个事情 是多么美的事情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为你的家庭 这样祷告 你要为你的家庭 很多弟兄姐妹 牧师 为什么你今天 讲的东西 是好像比较 比较负面的东西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说 各位 我们的家庭 受到的挑战 是越来越多的 如果你不认识 你家人的心 也不懂得 保护你家人的心 你的家人 不管是配偶 儿女 还是什么 他自动会把他的心 交给这个世界 交给人 交给网络 所以你就会发现了 这个实在性的问题 就出现了 这个世界 怎么掳掠他们的心 挟持他们的心 他们说 在网络里面 得到的价值观 他在网络里面 看到的各样 有色情的东西 还有人 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他们自己里面的东西 进来他们的生命 那时候有一天 你发现 为什么他们这样 然后你说 哎呀 这个世界多弱 我跟各位说 神从来没有离开 他所爱的家族 神从来没有 甚至连约瑟的兄弟 这么可恶 上帝没有离开 这个家庭 上帝 是接着一个约瑟 不但拯救 他们的命 回转他的兄弟们的心 的事情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 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们有那种无心 不太管 不太理会 或者第二 我们揪心 有时候一直担心 担心的东西 好像担心不完 孩子越长大 越担心 或者死心了啦 哎呀 你要怎样就怎样了 你不能欺骗你自己 这些都是 创世纪三章的 属灵的问题 进到人的心里面 所带出来的 这样